請登記第一位的黃國昌委員發言 律師長好 我第一次有在世大法治委員會選預算 所以我過去其實對於總統府的組織編制以及預算的情況 我必須要老實講 在本會期以前 我其實不是那麼熟悉 之前在財政委員會 但是我看了總統府的預算了以後 我開始去研究總統府的組織編制 第一個先請教一下秘書長 在我們的預算書裡面 編了1800萬給戰略顧問 那這1800萬是給幾個戰略顧問用 跟黃委員報告七個 哪七位 七位 哪七位委員是不是 請問是哪七位 是不是提供 我在提供給黃委員 因為你們講齁 說1800萬提供給七位 我昨天晚上 到總統府上面的網站去看 你們目前的戰略委員只有五位 那您剛剛說提供七位 我就有點覺得奇怪了 對不起 是五位嗎 是五位還是七位 對不起我現在是五位 是五位 對 那最近一個被聘職 那最近一個被聘為戰略顧問的 浦泉村 他事實上是因為慶富烈雷件案下來的 然後結果就被聘為戰略顧問 這些戰略顧問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嗎 有什麼積極的價值 還是跟過去一樣 只是純粹是一個醜用的單位 我這樣具體的問好了 到目前為止 總統針對這些戰略顧問 在府內開了幾次會議 到今天你為止 並沒有總統召集戰略顧問開會這樣的 沒有召集戰略顧問 那有請戰略顧問到府內來表達意見嗎 應該如果有需要的話 會跟他們講 不好意思喔請具體回答問題 你不要什麼問題全部都推到會後提供 那我們今天的質詢不是空洞嗎 我所有的問題你從頭到尾都說會後提供 這樣恐怕不是在面對立法院質詢的時候應該有的態度吧 我再具體的問 沒有召集會議 有入府去質詢他們的意見嗎 不知道 那有請他們提供任何報告嗎 沒有他們沒有報告的意義 沒有報告 然後也沒有開會 然後有沒有入府諮詢過他們的意見 也不知道 那這樣一年編給他們三百多萬是要做什麼 是要酬用他們嗎 那要把他們具體的功能在哪裡 我完全看不出來啊 各位委託 戰略顧問當然是顧問的性質 那製度的存在 對啊 我也了解啊 這個制度存在啊 但是你如果按照制度的話 總統府組織法裡面是規定涉15人嘛 那沒有涉到15人也沒關係 你們要精簡大家也贊成啊 那既然15可以縮減成五個 你15也可以縮減成一個人就好啊 現在我沒有辦法了解的事情是說 我們納稅人每年花一千八百多萬 花這些人籌用的性質也不開會也不諮詢 也沒有書面報告 那每個人每年給他們三百多萬 支出這個錢的意義在哪裡 那你們如果說 覺得戰略顧問現行上面已經沒有必要了 從整個政府精簡人士的觀點上面來看 有很多基層的公務員他們更需要錢啊 他們更需要預算啊 所以秘書長是不是可以承諾我 總統府對於戰略顧問有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有沒有必要推動組織法的修正 這件事情總統府可以檢討 那謝謝黃委員 當然戰略顧問有些時候在國家面臨 有一個危機的狀況 或者一個突然的狀況 我相信齁這些軍方高級的將領退休了以後 國家有危機狀況要請教他們的意見 不會因為一年沒有拿三百多萬就不願意表示意見 但是我想剛剛黃委員這個意見 我們現在編列的預算是 七個戰略顧問來編列 實質上是五個 但是黃委員提出說 未來總統府有沒有可能針對這些 戰略顧問的功能來做一些檢討 這個部分我願意回去 好 謝謝秘書長 時間的關係喔 再麻煩總統府 把戰略顧問重聘以後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有諮詢過 到底有什麼發揮實際的功能 會有提供一個書面資料給我可以嗎 應該沒有問題嗎 好好 謝謝